四大流動網絡營辦商在這個月起 向所有用戶發送防詐騙的語音提示或文字訊息 提醒加152開手的內電是來自境外 通訊事務副總監卓勝德星期三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措施是為了方便用戶識別境外內電 提高市民的防騙意識 通訊辦會密切留意措施的成效 考慮是否要推出改良措施 要不就是做文字的提示 要不就是做語音的提示 如果是做一些語音的提示 就會用廣東話、普通話和英文 就是三文兩語 就會有一個簡單的訊息 就是內電源自香港境外釋放詐騙 如果用文字的提示 都會用中英文顯示 剛才所說的訊息 對於通訊辦的新安排 立法會議員梁熙就認為 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 通訊辦可以仿照內地的措施 有肯定是好過沒有的 事實上如果你看現在的騙徒手法真的有很多 譬如說現在如果你上網搜尋改號神器 都是97-300元不等 就已經可以發出一個訊息的時候 顯示的號碼 就不是你原本的號碼 是你想要的號碼 所以其實我也希望他們可以攔截這些 如果既然別人可以用科技 去改善自己的號碼 你都應該要是 檢查得到哪些 SMS是改號而不發出的 而不再攔截他們 這樣才可以保障到我們 有些什麼措施 在內地做了之後 是真是很大的一個效果呢 嘩厲害了 就是如果他留意到 有一些高風險的電話 是和一個市民 溝通超過了3分鐘 警察就會直接打電話給那個人 你小心喔 這個是一個高風險的電話來的 如果這個人是不理會的話 其實他還會上滿天的 所以內地這些做完之後 就大幅下降了那個scam 所以是有一定的幫助